花莲施工所今年度开办了多项原住民伴手礼培训课程 其中陶片拼话班学员 经过了36个小时学习 呈现出精彩独特的手工艺成果 25号的捷训典礼 有多位市民代表到场祝贺 除了肯定施工所的用心 也期许部落族人可以结合传统与创新 开创部落伴手礼的新经济价值 一幅幅的陶片拼话 融合了原住民传统元素 又增添了现代美学 这是花莲施工所今年度开办的 原住民伴手礼培训课程之一的陶片拼话 15位学员历经36个小时学习 呈现了精彩独特的手工艺成果 那今天我们要特别谢谢原住民文会 还有花莲县政府 跟我们花莲市民代表会的大力支持 让我们陶片拼话的课程能够顺利展开 那因为疫情期间 其实有受了蛮多的一个限制 那我们特别要谢谢梁老师 在这段时间然后带领学员 一起来学习如何做陶片拼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学员的今天的成果 那我们也希望学员未来能够 不论在家或是持续在做精进的课程的时候 都能够持续在练习 让自己的陶片拼话能够变成很有趣 然后很精致的一个伴手礼 那未来也能够让大家来到花莲的时候 来做相关的选购 那在此要谢谢所有为我们原住民文化付出的美味好朋友 25号的节训典礼 多位市民代表都到场祝贺 除了肯定市工所的用心 也期许部落族人能够结合传统与创新 开创部落伴手里的新经济价值 这次陶片拼话虽然来讲是很特别的 因为平常来讲都没有做过这个事情 也是我们原住民的一个创举 但是原住民沿袭都很多的课程 这一次是我们来讲是非常棒的 因为市场厂长跟我们代表会在提案说 很多原住民的课程没有什么变化性 但他要求说这一次这个东西是跟我们聊了一下 说这个东西可以去做 那我们去看了去看他们上课课程 我觉得说这个在原住民来讲是一个突破 所以我们这次来看参加他们的决心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以后我希望说市长 办手里那边可以多加这个 陶片的那个拼话这个办手里 是非常特别 因为原住民来讲是非常稀有 但是我希望说这个言行能继续下去 今天下午的陶片天下 使节训 我先信我们原住民 他们是有智慧的 这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 那这一次的这个言席老师是梁亦玲 她是一个阿丽桑姑娘 但是他所做的不管任何的这个产业也好 他做的非常的这个精致 那下午看到他的这个作品真的是值得推广的 那很多市长所赠送给这个来宾的这个手工艺 几乎都是用原住民的产业 因为为了让原住民这个产业能够推广下去 所以市长的做法 我们两位代表非常的支持 市长威家贤颁发感谢状给协助传扬原住民传统记忆的两位指导老师 也颁发结议证书给每一位的学员 大家热情的介绍自己作品 也分享了创作的心得和收获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